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收看美国天天圈媳妇的节目 在这里我仅给大家分享我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以及我所看到我所经历的一些美国的法律法规的事情给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节目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位网友给我留言 请问我是美国绿卡 享受美国社保的退休金每个月大概一千美元 如果我不生活在美国 我可以领取这个社保退休金吗 我们在网上咨询的答复是 不管是绿卡或者是公民 如果你65岁以上领取了社保退休金的待遇 你需要居住在美国 如果你到国外去生活 半年以内超过半年 你就不能够领取这个社保退休金 记住啦 不管绿卡公民待遇一样 如果你65岁以上领取了社保退休金 你需要居住在美国 如果你到国外去生活 只能够住半年 否则就被停发社保退休金 记住了吗 这个回答是我们在网上咨询的答复 如果你真正需要了解更确切 希望你跟相关的人士再来确定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 所以呢 我们不希望误导你 只是在网上咨询给你回答 所以说 我在这里再查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 如果你居住在国外10年以上 回国养老这个问题就不需要 不需要说啦 不需要提啦 肯定是 基本上你需要在国外养老 因为就牵涉到这些福利带领域的问题啦 是吧 就仅仅讲这个问题啦 如果你老啦 你年轻的时候 你纳税 你退休以后 65岁以后 你可以领取这个社保退休金 那你回国去养老 那你就没有 这个条件领取这个社保退休金啦 就等于是放弃啦 对吧 所以就仅仅这一条 你就划不来了 就不值啦 所以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节目 不管在美国网站也好 很多网站 都看到 如果你居住在国外10年以上 是否回国养老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啦 不用提这个问题啦 肯定就不需要回去养老啦 因为 第一 生活习惯 饮食结构 你的所有福利带预 你的朋友圈 你的生活圈等等 你已经适应啦 如果不适应 你不可能生活在这里10年以上 对吧 所以就说 你不生活在国外 你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就感觉的是很奇怪 很不理解 甚至就好像自己很正确 哎哟 甚至是上纲上线 想到这样那样的东西 偏提 偏到十万八千里去 好像自己非常的无法形容 我是无法形容 因为我上个星期就专门聊了一个我 退休以后是否回去养老的问题 哇 好多好多人 进来胡说八道 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理解 因为你没见过世面 你没出来生活 你可能也没有家人生活在国外 你进来这里喷 是可以情有可言的 是吧 但是呢 最起码你有一个做人的基本的那种礼貌 最基本的道德修养 你下笔的时候 应该知道你是一个成年人 甚至是老年人 应该知道怎么说话 怎么去尊重别人 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你的留言那么缺德 那么去伤害别人 那么无知 其实也在展示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说 理解万岁 多一个尊重 多一个理解 首先对自己好 对自己健康好 个人需要礼貌 社会需要功德 在网上更需要讲功德 对吧 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礼仪 今天这个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就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退休以后 我如果生活在国内 是否还可以领取这个社保退休金 半年以内可以 超过半年就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说 你如果领取社保退休金 你必须要生活在美国 就是这么简单 OK 如果你有疑意 你就去执行相关的部门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点赞 有其他问题 请留言 拜拜